我叫薛丹丹 今年26岁 目前在银行工作 平时呢 写写诗 画点画 是洛阳作家协会一名会员 过年家里的对联 都是我自己写 跟我在一起 不仅能吃早上四点的面 我还能让你每个冬天都很暖和 因为我从小就会织围巾和手套 可能有些会感觉 说我有点小女强人 但是今天呢 我就想找一个男人能驾驭我 让我在他面前能成为小女人 我会很贴心的 每天早上就会在你的床头 放一杯蜂蜜水 晚上咱吃完饭 看着电视 我会给你掏掏耳朵按按摩 我会学着帮你刮胡子 不仅能做好你老婆和妻子 还能成为你一个忠实的小秘书 我感觉被需要是件特别幸福的事 今天呢我有个要求 就是希望每天睡前能给我讲一讲故事 一号 睡前小故事 对 从前呀很远很远的地方 有个王国 然后这个王国呢 诞生了一个公主 这个公主 她的名字叫睡公主 所以你看 不睡觉是变不成公主的 所以可以睡觉了吗 我的公主 可以睡觉了吗 我的公主 你以前给谁讲过这个故事 谁也没讲过 来 二号 大老虎在森林里面 看到了小狐狸 一见钟情 大老虎就说 小狐狸 我喜欢你啊 小狐狸说 不行不行 你的脾气太暴躁了 我喜欢温柔得像猫一样的男人 大老虎笑着说 我已经沉醉了 来 三号 我想下去的时候讲吧 下去的时候讲吧 来 四号 你知道天上的星星 是怎么来的吗 传说是一群小仙女 一把一把地洒上去的 但是在传说中呀 有一个小仙女走丢了 你知道小仙女 现在在哪里吗 来到了戏上加洗 成了我心仪的女嘉宾 一 一 一 二 一